打倒共產黨 網上熱傳的視頻顯示 一位女士突破重重封鎖 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出打倒共產黨 隨即被多名警察和便衣人員帶走 多名警察和便衣迅速奔向這位抗議者 將她帶走 視頻在網上熱傳 目前無法確認該事件發生的時間 和具體人物、背景 很多網友向這位勇敢的女士致敬 有網友說 我不管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在天安門喊出這句話 她什麼時候都是勇士 官逼民反 她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趙鳳華與威綜合報導